新店地震事务所8月8号扶勤姐当天 在捷运新店区公所站2号出口 举办热血防炸捐血活动 新北市地震局局长汪李国也亲自参与带头捐血 展现地震团队关怀社会的用心 新店地震事务所主任赖如慧表示 这次的捐血活动也结合防炸宣导 不仅帮助有需要的病患 也提醒民众防范诈骗保护自身权益 这两年来还蛮多诈骗案件 都是连长的长辈被诈骗 那我们就想到 如果在父亲节办一个有意义的活动 其实也非常的棒 那捐血活动如果可以结合防炸的宣导 那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血库可以更丰富 然后再来就是也可以让长辈朋友们 感受到父亲节的一个 我们地震局给的一个暖意 而热血防炸捐血活动 不仅获得地震同仁的热烈响应 也吸引了许多民众前来晚休捐血 用实际行动支持公益 现场气氛相当热烈 因为今天刚好有看到就是这个活动 然后刚好是就是这栋大楼的员工 所以就就就就来捐血 刚好看到捐血车 刚是说今天要捐500是第一次吗 对对对 心情有没有觉得特别的辛苦 很开心可以救人一命 新店地震事务所主任赖如慧进一步指出 现金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地级易动即时通 可以透过简讯或电子邮件 即时通知不动产所有权人 防止不法分子在民众不知情的情况下 盗取财产 成为民众保护不动产的首要防线 在我们的地震体系里面 会把土地异动的那个部分 会通知所有权人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存在 长辈因为土地被诈骗的几率 就会降低很多 而参与捐血的民众也表示 捐血活动安排的非常贴心 让他们在捐血之余 也能够了解如何好好的保护自己的不动产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好